歡迎收看 《流行都市》 媽媽10月懷胎 當然希望寶寶順利誕生 但如果寶寶搶雜出生的話 出生之後媽媽真的要花更多精力 去照顧他們 媽媽最關心的是 自己寶寶的健康和自力發展 究竟早產對小孩的影響有多大呢 今天就是世界早產而日 所以我們請來 苦產科專科醫生, 江詠山醫生 跟我們講解這方面的認知 歡迎你, 江醫生 歡迎你, 江醫生 請坐… 江醫生, 我想問一下 究竟早產的定義是什麼 還有多早出生為之是早產 一般來說, 媽媽的分娩時間 就是由37週至40週 所以寶寶在37週出生 或之後就叫做正常 祝月的寶寶 但對於早產嬰兒來說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 如果寶寶在37週之前出生 就叫做早產 而當中也會再細分為四類 是… 包括如果寶寶是小小早產 即34至36週出生 就叫做輕度早產 如果寶寶在32至33週出生 就叫做中度早產 再早一點, 28至32週出生 就叫做早期早產 再次再做, 28週未到也出生 就叫做極早早產 那為何會有早產的情況出現 還有哪些孕婦容易有早產 其實也有很多因素 有機會引致早產 例如媽媽現在懲罰的是多包胎 例如媽胎、三包胎等情況 媽媽自己本身有個流產 或者早產的經驗 另外媽媽的年紀比較年輕 例如她們未成年 或者反過來, 她們是高齡產婦 媽媽的子宮可能有些腫瘤 例如子宮肌瘤 這些都很常見 或者媽媽的子宮頸或子宮做過手術 又或者先天上 她們的子宮頸、子宮出現問題 在懷孕的時候 可能她們的胎水有過多過少 甚至過早穿了胎水 有胎盤前置的問題 又或者懷孕的時候 有陰道炎、尿道炎 有時候媽媽有些內科疾病 例如糖尿、血壓 這些都同樣有機會增加早產的風險 最重要是提提 就是媽媽很多時候 會有些不太好的習慣 例如吃煙、喝酒、甚至濫藥 這些都會增加早產的風險 其實早產會有什麼徵兆 早產一般來說 都會有子宮收縮的情況 什麼為子宮收縮呢 通常我們是說 你會感覺到一陣子宮在拉緊、放鬆 而這個收縮是有規律、有頻密的 另外就有穿水、健鴻的現象 如果孕婦真的出現這種狀況 我們也會建議及早去醫院做檢查 其實香港一年有多少個嬰兒出生 以及裡面有多少屬於早產嬰兒 我們說全球 根據世衛組織的估計 全球每年有1500萬個嬰兒是早產的 而根據本地的統計 香港其實媽媽有早產的機會率 就是7至8% 是 用回每年的出生率 35000人 即是每年都有2000多個早產嬰兒 為何有早產嬰兒出生後 要在養氣箱旁邊出現了什麼問題 而且長大後 找到殘疾的風險有多大 其實早產一般的問題 就是有機會影響嬰兒的健康 甚至有併發症 其實越早出生, 影響越大 其實很多時候早產嬰兒出生 牠們都很小, 抱輕 身體主要的器官都未成熟 所以有一系列的健康問題 例如牠們可能不太懂得呼吸 牠們的主動物和肺動物的管道 牠們會在後面關閉 而影響血液循環系統 牠們的腦部有機會出血 又或者牠們膝蓋周圍的白質 會有軟化的情況 而在一邊出生、一邊生長、一邊發展的階段 牠們都有機會有併發症 例如牠們有機會有慢性肺病 牠們的腸壞消化系統不太好 亦有部分有壞死性腸炎 牠們眼睛中的視網膜 可能會有病變 而影響視力、聽力 同樣都會受到影響 而且牠們的發展通常會遲緩 甚至部分會有機會有殘障 所以即使出院 我們也要緊密地監察 確保牠們不會有後遺症 如果真的有 我們也早點可以處理牠們 其實早餐嬰兒的死亡率 是否相對比較高 對,其實根據世衛 剛才提及過每年有1500萬個嬰兒 是早產 而當中有100萬 是會因為早產或病發症而死亡 其實嬰兒越早出生 牠們的存活率就會越低 其實我們用純粹的統計 如果嬰兒是24週出生 其實牠們的存活率只有60% 26週出生比較好,有85% 不過去到28週已經差不多95% 32週雖然還是早產 但牠們的存活率已經接近100% 但說到之後茄子的發育問題 牠們之後發育可否追上去捉嬰兒的情況 其實可以的 雖然嬰兒出生 好像遇到很多身體問題 但只要醫護和爸爸媽媽 遇到悉心的照顧 及早發現牠們的病發症和處理 其實都可以慢慢強壯起來 那早產嬰兒我們應該怎樣照顧牠 其實早產嬰兒 就是比我們預期的時間早出生 所以通常由早產嬰兒出生 到嬰兒兩歲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一個矯正年齡 正確的年齡來照顧和評估嬰兒的 生長發育和動作行為的發展 甚至是副食品的添加 舉個例子 如果嬰兒已經出生了六個月 實際年齡應該六個月大 但是如果牠是早產嬰兒 早產了兩個月出生 其實矯正年齡應該是六減二 我們應該當牠是四個月的嬰兒 這樣照顧和評估牠 但是當嬰兒已經兩歲之後 就算牠們早產 通常我們都可以用這個實際年齡 來照顧牠們也可以 而在日常生活方面 因為嬰兒住了醫院一段時間 尤其早產嬰兒 牠們通常會留在醫院 可能要一、兩個月的時間 我們都會知道牠們會比較習慣 醫院的環境 很吵、就夜不分 所以牠需要一些時間 適應家居的環境 回到家裡可能會哭 很不習慣、很不舒服 另外就是在胃部方面 我們都會建議 媽媽、爸爸 盡量跟隨醫院的胃部方法 可能是每三個小時就一次 令嬰兒吸收足夠的營養 至於在家居衛生方面 我們尤其要注意 因為牠們是早產嬰兒 我們應該避免外出和探訪 目的就是減低牠們 受到感染的機會 其實有甚麼方法 可以減低早產嬰兒死亡 或者相對帶來的殘疾風險 其實隨著醫學的發展 嬰兒早產的死亡率 以及殘疾風險 已經慢慢降低了 不過最有效保護嬰兒的方法 就是預防早產 對, 所以我的問題就是問你 我們怎樣… 孕婦可以怎樣預防早產 在醫學上要很準確地去估計 早產其實相對是困難的 我們現在正在用很多因素 去評估這個孕婦 他們有早產的機會率 如果他們真的 早產的機會率風險很高 我們就要特別照顧他們 是 一般來說, 一般的孕婦 就算你不是早產的風險 我們也會建議你 儘量避免不良的習慣 不要喝酒、不要吸煙 另外, 當然是不要含藥 在懷孕的時候 不要太操勞、不要拿重物 以及避免腹部受到撞擊 保持心情愉快 不要太大壓力 另外, 我們在醫學上 如果醫生真的覺得孕婦 很大風險的話 很多時候都會建議 除了在日常生活之外 真的儘量休息 醫生也會很緊密地監察他們 我們會用超聲波 去檢查他的子宮頸長度 希望及早發現他們真的有早產的問題 也會檢查他們有沒有陰到炎 念到炎 如果真的風險比較大 我們甚至會處方一些黃體素來安胎 有部分的女士 他們是因為子宮頸閉所不存的病 問題而引致早產 我們可能會做一個子宮頸環窄手術 去減低早產的風險 其實早產對媽媽的身體 有否影響 其實很多時候提到早產 我們都會很專注 提到嬰兒的健康和後遺症 很多人都會忽略媽媽 但其實媽媽也不應該被忽略 雖然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 其實早產對媽媽的影響也不大 但如果是因為劏盤前置 或者是毒血症這些情況影響 而引致早產 我們知道媽媽也同樣有生命危險 現在除了身體之外 對,心理壓力方面 同樣有機會要處理一下 例如因為他們媽媽 都沒有準備的情況下 寶寶要出生 所以由於住醫院很久 身體又有很多問題 所以其實他們媽媽照顧的壓力 還有我們所說的心理壓力也很大 我們都應該提到很多支援給他們 其實最後一個問題 如果真的有早產的問題 你會建議新手爸爸 可以怎樣應對幫助媽媽 或者真的早產嬰兒的問題 我猜是要父母同樣齊心合力 去照顧這個嬰兒 好,今天真的謝謝光醫生 這麼詳盡的講解 不過提提大家有任何疑問 記得請教訓關注別人士的意見 請教訓別人士